苏里勒台风的威力惊人 强风来袭造成了云林北港朝天宫庙前 20米高的千里眼神像直接被风吹倒 宝丽龙制成的身躯治理破碎 只剩下顺风二 妙方紧急用绳索拉紧固定 而另外在高雄凤山二级古迹龙山寺 顶楼一尊400公斤重的观神仪神像 也被强风一吹蓝腰断裂 妙方看了也傻眼 原本威风助力的神像 千里眼被强风吹袭 硬身倒下 只剩下双脚还在架子上 身躯摔到地面早就支离破碎 宝丽龙的材质 禁不起苏底勒台风的狂风暴雨 趁雨停出门的民众一看到 忍不住想问顺风儿在这 哪千里眼呢 刀子头断掉了 它上面还有个圆弧的那种像披风的 然后也吹断了 这个是比较惨整个邦额 这是云林北港朝天宫庙前的千里眼塑像 高约20米 但疑似因为宝丽龙材质重量太轻 直接被吹倒 原本是多年前 元宵灯会设立在观光大桥 如今千里眼倒了 只剩下顺风儿 酿房紧急用绳索拉紧固定 就怕顺风儿也会倒地碎裂 不排除先把它拆下来 以保安全 另外在高雄凤山二级古迹龙山寺 顶楼这一尊重达400公斤的 观世音神像 也被强风给吹断了 金色的山区 蓝腰断裂 头上脚下 将来不应该发生过 今天一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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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船三四条山寺 堡定一桌 它就好像好处 不处 不处放在楼下 五米高的观世音神像 才只是玻璃纤维 有十四年的历史 妙方怎么也没想到 重达400公斤的神像 也能被吹倒 只能说 缩敌了台风的威力 让神像也招架不住 记者邻居文方忠诚 云林高雄 综合报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